我是阿乔原生,便衣原生观赏鱼爱好者,为了繁殖旁皮鱼和麦穗鱼,专门打造了几个仿生态饲养池 准备把6号池清空,清理一下底泥,重新加水后,把便衣鱼苗全都转移到6号池,集中带苗 现在正在排水,为防止鱼苗被排走,我加了一道网,堵在排水口 当水排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把抄网拿到外面,从池子外面截住排水口,等于自己钻进网兜 池子里的鱼已经开始乱窜了 这个池子里养的是携带变异基因的旁皮重鱼 还有一条蓝灰色的棒花鱼 这条棒花鱼春天放进这个池子,同时还放了条普通母鱼 后来它们繁殖了一窝,回头我会单独再介绍 水流到最后,黑壳虾也全都爬出来了 春天扔了几只野采来的黑壳虾,到现在繁殖了一池子 鱼和黑壳虾相处得很和睦 有些黑壳虾出来以后发现情况不对,又想原路爬回去 把网兜里借到的鱼虾放进小盒子里,拿到室内避免阳光曝晒 不然,夏季高温会迅速死亡 最后,池子里剩下的鱼虾就只有靠人工一条条来捞了 这是人工饲养的鱼苗长大后自然发色的 脸部粉红,红色眼圈,背棋和尾巴红色的这些都是最普通不过的雄性旁皮鱼 这条是灵光麦穗鱼 它的身体仿佛是纯银打造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它的鳞片都是荧光闪闪 它身上的所有鳞片都具有高度的光泽 灵光和普通的麦穗鱼在这个池子里也产下了一窝鱼苗 只不过第一代苗都是隐性基因携带者,没有出现灵光小苗 青江鱼这个池子里养的是中华青江,也是之前野采的 但是繁殖的后代里有几条黄花苗 有可能是之前我放入了一条贵妃关备青江的缘故 黑壳虾最初放入的那几个现在都长大了 然后剩余的都是很小的虾苗 捞完所有的鱼,拿到室内精挑细选 隐性苗适当保留,淘汰一些瘦小,体弱的减少密度 把这个池子清空备用 重新加水后用来饲养黄花旁皮鱼苗 我会陆续更新带苗和选域过程,更多视频,敬请关注